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智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欢迎来到哈佛商业评论的管理世界 那么从昨天到今天呢 我都要来分享有一篇文章 是由Antonia 这是全世界的专案管理学会的前理事长 他所写的一篇文章 那么在哈佛商业评论的12月号的封面故事 我昨天有特别提到说 现在已经12月快结束了 快要New Year了 我都还没有分享 在我Podcast上都还没有分享 12月号的封面故事 实在是要赶快来分享 所以这一个礼拜呢 我就都分享12月号 一连三篇在谈专案管理的时代来临 专案经济的时代来临 那么Antonia这篇文章 我觉得蛮好的 他一共写的也比较长 所以我分两天来分享 那昨天呢 我就特别提到说 分享说专案管理时代来临 Antonia的一些分析 那我今天就不重复讲 我今天呢 主要利用这短短的十几分钟 来跟各位分享一个概念 那就是叫做专案划布 这个专案划布呢 是Antonia 他是我昨天有说了嘛 就是他是这个全球 这个专案管理学界的 专案实务界 应该叫实务界的一个权威嘛 所以他也在哈佛商业评论 出版了一本书 谈如何做专案的管理手册 也是2021年才出版的 那相当的活跃 常到各个地方去演讲 那他呢就是因为长期的 在研究这个专案 所以如何做好专案管理呢 所以他就在这篇文章 提了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如果大家都在企业界服务 应该很熟悉一个叫商业模式图嘛 一个九宫格 在那个一页里头你把它展开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说 我们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 到底是什么 所以他Antonia这个作者 就从商业模式图得到一个灵感 就是我也是要用一张图 清清楚楚的来看说 我的专案管理到底到哪一个阶段 应该照顾哪些垢面 所以他就设计了一张图 在一个A4的值 可以把专案应该展开的各种垢面 都涵盖在里面 所以他这个叫做专案画布图 就专案Project Canvas 就是专案画布 比照这个经营模式图 Business Model的图来设计的 那么缩量性化 现在这有一点不太好讲 因为它是一张图 所以我就想听众 如果你有笔跟纸 你也拿出来 试着在这张纸上画画看 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 正在运动 正在走路不方便的话 那你也听没有关系 那基本上这个专案画布 是由三个领域所组成的 它一个把它分成一个基础 你的缘起 然后你需要的人员 跟你需要创造的环境 有这三个构面所组成的 那它的元素呢 如果你把这张纸拿出来 你在上面写字的话 你的Project Canvas 应该包括从左到右 如果你在A4的纸 你把它从左到右写 应该包括哪些元素呢 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厘清 你为什么要进行这项专案 其实我们在所有的管理里头 都常常提到一个要素 叫做目的 你做任何事情 你的Purpose到底是什么 你的Vision到底是什么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一定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基础 所以当你要进行专案 某某专案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厘清 在你的画布上先写下 最左边基础 你的Purpose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专案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回答 如果你要做什么专案 你一定要先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成立的 确定了之后 你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是跟人有关 我刚刚讲说基础人员创造 第二个阶段是跟人有关的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专案 一定用英文讲叫sponsor 我们用翻译成为支持者 赞助者 这个赞助不是我们说 真的出钱去赞助 而是指说 谁要为这个专案负责 通常就是一个 如果是一个中小企业 可能就是中小企业的 真正的负责人 他要为这个专案负责 所以他要参与 或者是说 你如果在很大的公司 可能就是一个 蛮大部门的主管 都有可能 所以基本上就是sponsor 你要先确定 谁是sponsor 尤其在华人的公司 sponsor真的很重要 就是最重的负责人 最高的主管 这个案子 最高的主管 最indose这个案子的主管 真的他的参与与否 是真的蛮关键的 所以第二人员 第二最重要就是sponsor 就是那个最高的 专案的主管 到底是谁 那么第三个就是 你要厘清专案的 利害关系人 也就是各部门 到底谁是 跟这个专案有关的 你都要把它纳进来 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比如说 你做一个数位转型好了 你可能牵涉到资讯部 数位部 数据单位 可能也包括 比如说你的产品部 研发部 你的业务部等等 所以所有的人 跟这个新的专案 不管你这新的专案 是要开发一个新的流程 还是要一个新的产品 或者是提供一个 解决的方案等等 你要把所有的关系人 都找进来 这是第三个构面 那么第四个构面 就是你的资源 通常最重要的是 要决定谁来管理这个专案 谁来做这件事情 到底你有什么人才 以及你有什么资源 来完成这个专案 所以在这篇文章 特别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人是成功的关键 而两个 一个专案成功 最主要两个关键 一个是你的sponsor 也就是谁是 那个最终的主管 第二谁是 那个PM project manager 专案的经理人 管理人 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关键 那么所以从左边 写到这里 你写四项了嘛 第一个你的purpose 第二是你的赞助者 sponsor 就是最高主管 第三是你的厉害关键人 第四是你的资源 也就是PM 要确定 那么第五来到成果 就是说你要界定 这个专案到底要能产生 或者是建构出 什么样的成果 必须要先预测好 或者是想象好 大家有一点共识 我要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再来就是计划 如何达到这个成果 以及核实 How to 你要用什么方法做 比如说你要外包好了 你是要整个外包吗 三百万五百万预算 整个外包吗 还是要内部的人自己做呢 这就是How to 再来就是你要决定核实 什么时候完成了 三个月半年一年呢 这都要确定了 这都是要讨论 就是你的plan是什么 你的专案的执行 你的计划是什么 那么最后一个构面 就是你要写下变革 就是我们要对这些利害关系人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跟变革 或者是会对他们产生什么风险 这些都要写下来 所以呢 这个Antonia这篇文章的作者 就建议说 我们在进行专案的初期 要把这几个构面全部展开 都要写得很清楚 所以最好是建议说 大家所有的利害关系人 从你的这个sponsor 就是部门主管 最高主管 一直到利害关系人 到pm 全部都坐在一起 可能花两个小时 花三个小时 来厘清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的这个 希望达到成果是什么 我们希望用什么方法来进行 我们希望多久时间完成 我们的风险可能是什么 那我们要投入多少资源 来做这件事情 这些都要一一的达到共识 那如果你有一个环节 想不清楚 有一个环节呢 有意见分歧 有一个环节呢 好像目标不明确 那你就要暂停 暂缓 不要硬冲 因为投资下去 就是人力 就是物力 就是资源 所以如果你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 感觉 打结了 卡住了 那你就暂停 当它解决之后 再往下购 所以这是这篇文章作者的建议 那么这个专案画布呢 跟以前呢 就是曾经也很流行的一些 专案管理的指南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是说 这个专案画布呢 是基本上是可以用在任何专案 任何计划的 你都可以 因为它就是一个原则嘛 而且它让你聚焦在 你要投资多少资源 以及聚焦在 你要产生多少效益 是要先预测好的 所以它不是聚焦在流程 聚焦在控制 而且它聚焦在如何迅速交付 最佳价值的各种要素 你就说你这些要素 你通通都要思考 而且让你的专案本身的目的呢 也是一开始就要清楚的 而且它的效益 也是你一开始就要纳入的 同时同时最重要 就是它容许有弹性 就是说你随时把这个专案画布拿出来 如果你要做一些变化 是OK的 是可以的 因为其实我昨天节目有谈到说 以前的专案管理可能非常强调 就要人事时地物 你一定要准时的 什么时间内把什么东西完成 可是现在的时代 实在变化太快 可能你在专案进行当中 世界又变了 你的目标要改变了 这个时候没有关系 你应该容许你的专案的随时调整 这都是现在新的专案管理的一些精神 是跟时代的变动是符合的 所以简单讲 专案画布是一份变动的文件 必须定期检讨 不是你第一天画下来是这样 那就与一层不变的实实地做下去 那么这篇文章其实也提到了 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 就是任何一个专案要成功 有两个人是非常关键 第一个就是sponsor是谁 就是专案的最高主管 这个案子是谁用的 这是非常关键 通常会建议说 如果你是一个中好企业 你的大老板最好就参与其中 才会让所有同事都觉得 哇这是公司很重视 这是负责人非常重视的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的组织 可能相关的那个部门的最高负责人 也是要参与的 才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是玩真的 不是玩假的 那么至于这个专案经理 那更是关键 他必须要具备各种 这篇文章举的六大关键技能 跟训练都是很需要 真的是要做好一个专案管理的经理 也不是那么容易 比如说他举了六大技能必备 比如说你必须要具备这个管理的技能 因为你要执行一个专案 你要控它的进度 你本身就必须要具备管理的技巧 甚至你要善用很多管理的工具 做很多的表格 因为他关系的人那么多 部门那么多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矩阵管理 各方面管理的能力跟技巧 跟工具的善用 你大概也很难做好 这个专案经理人的角色 同时你要对于你所执行的这个专案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你一定要对这个专案懂 不管是这个专案 如果跟科技有关 你可能要对科技要了解 或者跟产品开发有关 那你最好要跟产品开发是了解的 所以他又要具备 除了管理的技能 要具备专业的技能 就是你要进行的这个专案 相关的专业 你也必须要懂 第三 你可能还要有策略的敏感度 因为某一个专案 都是来解决公司 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 新的困境 所以你对这个组织的策略 或者是说未来的商业的方向 还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PM 专案经理人不是那么懂 那这样你的sponsor 就是这个专案的最高负责 可能就要提供他协助 因为你就是最懂得 为什么要做这个专案的 企业的策略跟战略 可能是sponsor 是会比较了解的 所以这两个就要相辅相成 那第四个 你还要具备一定的领导力 跟变革管理的技巧 那领导力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专案 通常就是跨部门 所以你需要很多部门的人 来跟你配合 所以你没有一定的领导力 大家不会听你的嘛 那再来就是敏捷度啊 就是因为专案呢 就是可能会变来变去 因为大环境改变 你要做调整 我刚刚已经有说了嘛 要做调整不是一层不变的 所以你还不能死脑筋 还不能够很固执 就是环境改变 你可能要适度的调试 有一定的敏捷度嘛 最后就是说 要正确的价值观 在管理的过程当中 你要融合一定的沟通能力 对别的部门 有一定的尊重 所以这个还跟品德也有关 跟个性也有关 跟沟通力也有关 这样看起来 好像要做好一个专案 好像具备很多成功的要素 都是跟人才的特质 跟沟通啊 跟文化都是相关的 所以要做好一个专案 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以上呢 是我今天的分享 其实你必须融合 昨天礼拜一我的内容 再听到今天内容 你才比较有一个完整的架构 然后这个我刚刚讲 这个专案画布呢 如果你可以的话 就上我们12月号的纸本 它的第78页 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第78页 在我们纸本杂志上 有一个完整的表格 你真的可以把这个表格 copy下来 然后拿到你的专案管理的 进行方案中 如果你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你还是可以来重新画 你的专案画布嘛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漏洞 或什么地方没想清楚 那么如果你刚刚开始 要进行一个专案的话 一定要把那个sponsor 选好 离定好 然后把这个PM找好 然后呢 找所有的关系人 来进行一个长时间的 可能三个小时 大家来肯谈 从收集大家的意见 然后把你们专案 画布画好 至少画出第一版来 然后才根据你们的进展 再来不断的修正 再修正 那他会提醒你 透过这个画布 他会提醒你 你应该投入哪些资源 以及你希望达到的效益 以及你如何做 以及你多少时间的完成 很多重要的元素 才不会漏掉 可以提醒你 做一个比较全盘的思考 那么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Podcast 请你现在就订阅 并且到说明来 点阅成为我们HARPAD的订户 同时呢 在这个节目 跟各位做推荐 就是说 我们过去半年来呢 一直努力的在开发 哈佛商业评论的 这个课程 领导者学程的课程 是使用哈佛商学院的 个案教学的方法 邀请在哈佛商学评论上 发表台湾的本土短个案的 全台的各大学的 非常优秀的教授们 来亲自授课 那我们即将第三期要开课 那么目前第四期 开始预约招生 所以我们欢迎 各位有兴趣的听众 上我们的说明栏 点击我们的连结 你就可以得到 更多课程的资讯 那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 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ww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 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创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数位版